愤青最早特指1960年代欧美左翼思潮中,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。 1973年,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的影片《愤怒青年》, 技术一般不满社会现状,而给予改变现实的青年, 证明当时已存在愤怒青年的称呼,后来该词被简称为愤青, 由于通信手段的进步和互联网广泛使用,使更多的人可参与到对历史问题和国际局势相关问题的讨论中, 这就为奋青群体的产生和生长提供了物质基础。 顾名思义,奋青是指思想先机、情绪化、有极端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、杀人主义思想、言论和行动的青年。 奋青同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,一是思维的情绪化、非理性化、简单化。 奋青容易冲动、容易被激怒、喜欢谩骂、不喜思辨、不善于推理论证。 二是标榜爱国。 中国的奋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,中国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, 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。 他们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,也不喜欢别人对中国人、中国政府及中国文化的批评, 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谁,也不管人家的批评是否出于善意, 更不管批评的有没有道理,一遇批评,马上反驳甚至谩骂。 这些奋青仇恨西方国家,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天生具有侵略及掠夺本性,亡我中华之心不死。 三是青年战争,主张采取极端措施,甚至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。 四是拒绝妥协,对外交往一味主张强硬。 奋青虽是现代词汇,但奋青现象却古已有之,不绝于史。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奋青现象,无论是古是金,至少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,在心态问题上,一直处于心理上的优越高位,以天朝大国的心态均临天下。 在明实问题上,众虚名,喜高调,脱离实际,不接地气。 在核战问题上,一味主战,谁主张核,谁就是卖国。 在对外交往问题上,一味主张强硬,欲有谈判,不顾自身实力和对方诉求,漫天要驾,狮子大开口,视任何妥协为软弱。 在人际关系上,自以为高人一等,标榜爱国,凭个人好恶化线,谁不与其站在一边,谁就是叛国贼。 在思想方法上,超越实际,极端偏激,唯我正确,有浓厚的左的色彩。 愤青并非愤怒与青年的简单之和,把愤青理解为愤怒的青年不完全准确。 比如,人们并不愿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,即使他借着酒劲,正在街上大耍威风。 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,姑且假设是张艺某影片中的秋菊,看成愤青,愤青的愤怒对象,通常得与家常行为,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,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。 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,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,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,都是国外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。 与国际愤青一样,中国愤青,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,表达仇恨,呼唤正义。 愤青的愤怒,原本就带有一份色彩,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。 尤其欧意识。 会 尽了个 绝望的症状,不能懂计判计判知识别人。 对于投影者计判知识明,我们来说法人也有botpract0. !